大家节爱顺便 让师父安静地走吧 咱们一定要提提面面地 送他老人家走 哥 我去给爹值班寿衣和棺材 这就交给你了 哥 我去给你了 没想到小阿淨 你没有 хот好 你没想到你了 我没想到我 我好 我好 你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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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浮生 今天幸亏有你 我才能见我爹最后一面 我又欠了你这么大人情 但是我爹的后事 我想轻力轻微为他办好 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你 你一个人 行吗 可以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真的 不劳你费心了 那 那你有什么事 随时来找我 天忆 之后 你干什么 你和你找我 另外一位 你 自我 你 你 许少爷 你别喝了 你烦不烦啊 我知道了 你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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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你烦了 罗伏生 要不是因为你的阻拦 我和田一现在就在轮船上了 可是呢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我本来应该救死扶伤的双手 没有起死回生 在田一眼里 我就是个杀人犯 我成了个杀人犯 我成了个杀人犯 我本来已经想好了 我本来已经想好了 我一定会赶在田一 拜堂成情之前 把他带出来 让你们再见上一面 让你们好好地聊一聊 我不想让你们错过彼此 可是我 我 我 我怎么会预料 预料到后面 我复生 你这个人自私自利 刀貌安然 你明明就是见不得我和田一幸福 你才把他留住放在你身边 你少为这些痕脏的想法找借口 我是你兄弟 兄弟 我有你这样的兄弟吗 我复生 我复生你破坏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 你知不知道 我没走成 我要娶红兰 可是红兰爱的人是你 你心知肚明 田英没走成 他要嫁给段天子 可是天爱的人是我 你呢 你输得彻彻底底 这是你的报应啊 罗夫生 你敢说 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家好 罗夫生 你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幸福 包括你自己的 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输家 这个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这个就是你口口声声的 把我当兄弟 我当兄弟 许霓裳 不管你现在怎么说 我罗夫生还当你是兄弟 你 可是我现在请你 马上回家 清醒一下 我明天去找你 不用 我现在非常清醒 罗夫生 你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是我许心中的兄弟 行程 不许这么说 别胡闹 我胡闹 我 我胡闹 那他现在在干什么 不许啊 我胡闹 你等着 我又把你许非的面具 死掉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给我吧 天忆 天忆 大家辛苦了 先进去吧 天忆 天忆 你知道吗 虽然你说 你可以一个人承受这一切 但是我还是很偏心 你 你 你 任何人在遭受这一连串的打击之后 我们 都很难挺得住 何况 你一个柔弱的女孩 我知道 你已经很坚强了 已经 做得足够好了 此刻指引你我 每个角落 沾满烟火全世界开始沉默 终于作别从前开始长久 许你一世平凡若梦是结局 把爱变成最浪漫的故事 默默守候 为你执着眼里轮廓 隔下我们彼此不变的承诺 与你附生相伴一路永久 彼此对望是你如此的双眸 无论天空海阔 世界尽头 我 会陪着你 写着 你给我走 你怎么还没睡 等你啊 你又知道了 你为了自己的爱情 去闹别人的婚礼 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 既然您知道了 要怎么处理 随便你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至少你现在知道 要去抢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这比过去那个乖宝宝 强多了 但是还远远不够 我之所以对你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让你放手去准备 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你以为你跟那个戏子 逃到了码头 竟能逃得出我的五指山吗 为什么你总是能预料到 我的一切 你以为 警察局长的侦察能力 是个摆设吗 你只是在控制我 控制我的人生 你感到很愤怒 感到耻辱 但是我觉得 你现在更应该认清的是 为什么我 总是能控制你 因为我的能力比你强 我的权力比你大 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你 但是 你能被我控制 你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啊 高兴 因为你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爸爸 你所要做的就是踩着我的肩膀 去掌控更多的权力 去掌控别人的人生 只要你有权力 你就可以掌控任何人的人生 包括你想要而得不到的女人 嗯 儿子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多恨我 但是没有关系 总有一天 当你的权力超过爸爸的时候 你自然会明白 爸爸有多爱你 嗯 老长 老长 你跑哪儿去了 啊 我不是说盯着西班吗 我睡着你为什么不叫醒我呀 不是看你睡着了 没忍心打扰你吗 你肯定是累坏了吧 你说你也是 担心天爷姑娘有困难不来找你 自己在那儿是印行死守的 你何苦啊 不过还真要你输着了 现在是有麻烦了 麻烦 马老板 听令三日是我们家乡的规矩 还请您能够体谅 还叫我怎么体谅啊 我为你们安排西院 为你们安排住处 我投入那么多 最后能赚多少 我不倒贴就不错了 现在 把我这儿搞得是乌烟瘴气的 还叫我体谅你们 谁体谅我呀 马老板 想要怎么样体谅啊 您倒是说给我听听 二当家 马老板 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不痛快 人之常情 可俗话说死者为大 你现在说这些 恐怕有些不妥吧 不是二当家的 不是我说 你看 这 这有点太晦气了吧 晦气 可不是吗 大伙都叫我阎罗王 因为我见过的死人比较多 我当然比较晦气了 别别别 二当家 我不是说您 我不是这个意思 马老板 我们确实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真的是请您给我们行个方便 只要能踏踏实实地送走我爹 我们什么条件都答应 行吧 既然天鹰姑娘都已经开口了 您有什么条件 您提提看 那行 让老板主庭龄三日出殡 可以 可是 以后西班唱戏 和我们龙夫心愿的分仗是 是 一笔九 一笔九 够狠的呀 马老板 比我们洪家还狠 你这是要敲骨细嘴是 罗夫生 马老板 我们答应你 就一笔九 听 罗夫生 如果没有马老板的话 我们西班在东江 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 做人不能忘本的 只要能让师父入土为安 大不了咱们师兄弟们 多跑些堂会 只要肯吃苦肯努力 咱们西班就不会倒 也能告诫师父的在天之灵 马老板 既然我们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 也请您给我们行个方便 让我们给爹 办个体体面面的葬礼 那行 天音姑娘 你是西班的头牌 既然你答应了 我也就 不好再阻拦什么了 二当家的 天音姑娘 那我就告辞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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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是不是因为 浮生没让星成带走天鹰的事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 一叩手 再叩手 三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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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我没想要 老班主 我罗伏生是个戏迷 浩婷一耳朵戏 您的戏 真是唱得太好了 可惜走得早 您的戏 我还没听过隐呢 今天我这个铁杆戏迷 来送您最后一场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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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你 罗夫生 许新城 好啊你这个杀死我爹的凶手 我今天就废了你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来送送老帮助 你这是黄鼠狼给七百年 没爱狗心 哥 今天的日子 我们不能再出乱子了 我去跟他说 你跟我来 天鹰 许新城 我不管你是真心实意 还是背有用心 我和西班都不会接受的 今天是我爹出病的日子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这 如果你真心希望我爹 能够安稳地走 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他了 我知道你难过天鹰 可我只是想表表我的心意 我再说一遍 许新城 你的心意 我不会接受 我爹他更不可能接受 那天你也切耳听到了 我爹临终之前 让我远离你 他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我发誓 我绝不能再违背他的心愿 你不用把责任 揽到自己的身上 那天是我强行带你走的 所以害死老帮助的人 是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爹他人都已经走了 你知道吗 这几天我寝室难安 我很自责 对不起 田鹰 那天我抢婚 我只想到了我自己 只想到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将来 我是忽略了其他人的感受 失去理智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当时 我真的是以为你爹 他的苦肉计 如果我知道他真的快不想了 我是绝对不会再刺激他的 毕竟我曾经也是个医生 但是你现在 已经是一个警察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啊 田鹰 你有亲眼看到的 我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再努力做一个好警察 努力试图改变警局的风气 徐星成 我现在每看到你一次 就有一个声音在脑子里 时刻提醒我 如果不是因为我 我爹就不会死 是我害死了我爹 所以星成 我求求你了 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也不要出现在我们戏班面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过得更好 田鹰 不要了 田鹰 你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怎么样都好 可是你不可以不理我呀 田鹰 我求求你 你不要这样对我 好不好 田鹰 我不好 徐星成 你知不知道 本来逃在棺材里面的人 应该是我 田鹰 你跟我说什么 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 用我这条命 来报答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 可是那天呢 我却跟你走了 我非但没有孝敬他老人家 我反而夺走了他的命 这件事情 每天就像一个家所一样 把我重重压着 让我生命如死 你知不知道 时辰已到 准备起关 徐星成 你还是走吧 今天是我爹出殡的日子 我不想让他老人家得不到安宁 天鹰 我问你最后一句话你如实告诉我 收拾从事之冲 你就没有想过跟我一起走 徐星成 你我之间 绝无可当 你走吧 你走吧 一路走好 一路走好 小鑽 好 你 天鹰 在你心里 这就是我们爱情的葬礼吗 如果是这样 我就让所有人都为我们寻葬 不能再出现任何事 任何的差错 小姐 下去吧 爸 你不是以前不喜欢把生意上的事 带到家里来吗 怎么最近我们家访客这么多 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太多了 让我很头疼 特殊时期 特殊处理 生意上怎么了 有没有出什么大事啊 没事 有你爸爸我在 放心吧 楠楠 前段时间生意上的事情多 爸爸压力大 我拿生意上的事来压你 我仔细想了一下 这事 是爸爸不对 爸爸向你道歉 我洪珍宝的女儿 只要幸福就好 其他的事都不用管 爸 如果你为了我的幸福的话 那你就解除我跟许星成的婚约 你看你怎么又来了 因为许星成她明明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她今天还去抢亲了呢 而且还准备跟别人私奔 有这回事 千真万确 爸 你看啊 许家他们是不是一点东西都没 因为他们根本就觉得理亏 许星成她走了吗 那都没走成 你看 她没走成 那就说明没事嘛 怎么就没有事了呀 反正我就是要跟她解除婚约 兰兰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许星成没走成 就说明她悬崖勒马 她都知道自己错了 咱们洪家 这个时候得理不饶人 非要跟人家解除婚约 那就是要彻底跟许家撕破脸皮 没这个必要吧 可这是我的幸福呀 兰兰就是为了你的幸福 咱们洪家 也不能抓着她许星成的小辫子 不放是吧 你想想 我们放她这一马 原谅她这一次 她这辈子 在你面前 都要挨一头 将来嫁到许家 肯定不会吃亏的 兰兰 爸爸再也不以家族的利益 来要挟你 可我是你爸爸 我希望您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有什么不对吗 爸 这会儿我非解不可 兰兰 爸爸这辈子什么事都答应你 唯独这件事 你得答应爸爸 非嫁不可 没得商量 来 我的脉 PW 这个院子 跟爹大我们刚到东江的时候 一模一样 可是这一切都回不去了 你想回到过去 想 我想再看看他 哪怕他是在骂我 我也想再看看他 跟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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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各位 今天的皮影就到这里了啊 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捧场 好 好 好 慢走 慢走啊 明天再来啊 慢走 慢走 再见啊 老板 先别说 俩当家的 来 你先走 你等一下啊 停 你这孩子愣着干什么呢 这就对了嘛 打起今日来 爹问你啊 你今天练功了吗 爹 对不起 我 我今天没有练功 下不为例 谢谢爹 天忆啊 你要记住 爹 可一直都看着你呢 所以 你一定不要偷懒 知道了吗 放心吧 爹 女儿以后一定不会偷懒 天忆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欠谁的 你给爹带来过快乐 你帮爹 接了这整个戏班 你做的 已经够多的了 爹 我知道自己做的还不够 我会更加努力的 这就对了 你的命 是你自己的 你要是活好了呢 你的命 是你自己的 要是活得不好了呢 真明 也还是你自己的 所以 你一定要 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爹继续地高兴 继续地高兴 你就要坚强地活着 知道了吗 好 这才是爹的乖女儿嘛 好了 爹走了 好 天忆 其实你爹 一直都在天上看着你呢 如果你不能好好地活下去 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他了 你明白吗 我如果不 gall Start 我才没有经过你同意的情况下 看了这封信 现在还给你 看着你 哪个人 好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逃避了 我一定会振作起来 为了爹 我也要把整个戏班撑起来 罗夫生 谢谢你 谢谢 就算我把戏班叫回了天鹰 那将来不还是你的呀 你才是爹的亲骨肉 天鹰终究会是你的妻子 我跟你说啊 如果天鹰有什么三长两短 不光是我们戏班子 缺了顶梁柱 你的婚姻 这些年 让你受委屈了 天鹰明明是你的媳妇 却不能同仆 爹知道 你心里不好说 天鹰 天鹰 在成婚之前 就让他一个人待着 慢慢地 他就会明白了 天鹰 你是不是 觉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很没用 还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哭啼啼的 怎么会呢 哥 爹走了 我跟你一样伤心 我才能理解你的心情了 不瞒你 不瞒你说 接着突然一走 我心里空落落的 以前他还在的时候 在他的树荫下 我们戏班都有依靠 风吹不着 雨打不着 现在这个大树没了 我真不知道未来 何去何从 我真不知道未来